在那个没有美颜的年代,他们仍然倾国倾城,这才是真正的古典女神陈小旭,不仅在剧中演活了林黛宇,也在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富有才卿,孤傲淡然,任秦帅真的林黛宇, 她将林妹妹的多愁善感,离发待遇表现得淋漓尽致,即使后来被翻拍,也无法超越,1985年,朱林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扮演女儿国国王一角,她无疑是史上最美丽的女王,最痴情的女王,最名利的女王,盈盈水谋,经验了岁月, 1992年电影《杨贵妃》是由陈嘉林指导,周杰,刘文志登主演,这一版的杨贵妃被网友们分为经典绝唱,饰演杨贵妃一角的周杰,她是一位舞蹈演员,其容貌也称得上角色,甚至演活了, 事而扶起娇不利的杨贵妃,翁美玲释出道极巅峰的女星,三年从业生涯中,凭借83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李饰演的黄蓉深入人心,她将金庸笔下那个七分鞋中三分正,三分正中七分,鞋了黄蓉演艺的活灵活性,演出了黄蓉的俏,无人再超过她的演技,在那个没有美颜的年代,也没有特效, 可是蒋琴琴在戏中的每一个画面,如今再往回看,都如京修过的海豹一般美轮美观,她是美丽脱俗的西施,是温暖柔弱的萧玉凤,是大家闺秀的朱云小,王燕是极具灵气的女星,精致的五官,圆圆的额脸蛋,弯弯的艳美,肤白貌美,笑容甜美,周深一股楚楚可怜的气质, 最难忘的是她在电视剧《环珠格格》第二部,《环珠格格》第三部,饰演冰雪聪明的秦哥哥,令人惊艳,陈红,中国第一代穷角女郎,被誉为中国影世界最具美名女演员,她的颜值颠峰漆,无疑是在三国演义中饰演貂蝉一角,用倾国倾城来形容也不为过, 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